相信不少人都吃过麦当劳的甜筒 喝过星巴克的咖啡吧 你有没有好奇过 为什么这麦当劳生意这么好 还要搞一个甜筒第二个半价这样的促销呢 还有这星巴克咖啡的分量 明明就是只有小杯中杯大杯三种 为什么偏要叫一个中杯大杯超大杯呢 生活当中啊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呢 比如为什么牛奶装在方盒子里边卖 而可乐装在圆瓶子里边卖呢 出租车的费用 为什么包括起步驾和里程驾呢 为什么我们从来不用担心机会灭绝呢 其实啊 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 答案都跟这经济学有关 不过提到经济学 恐怕你的第一反应都是敬而远之的吧 啊经济学 拜托 我不懂呢 这全是些深奥的理论模型 复杂的图表公式 就算我想搞懂 我也没那水平啊 其实呢 这也是因为不了解而带来的一些误解 经济学并没有想象当中的 那么高深 相反 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我们身边的大事小事啊 都能用经济学原理一一破解 这就是所谓的博物经济学 这样一说 大家现在是不是对经济学有点兴趣了呢 那你一定会喜欢我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本书 牛奶可乐 经济学 听名字就挺好玩的 是不是 没错 这本书里啊 没有枯燥难懂的算式和图表 全是用我们熟悉的生活势力来解释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的 包括供求关系 成本 折扣 等等等等 本书的作者 罗伯特 弗兰克 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 他不喜欢教学生用传统的公式和概念去理解经济学 而是让他们用博物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观察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现象 书中的例子呀 很多都是从他给学生布置的作业当中而来的 据说啊 他讲的经济学入门课 生动有趣 笑声不断 好了 咱们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 就以这本书进入弗兰克教授的经济学课堂 相信听完这本书 大家呢 至少会明白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 产品设计受什么因素影响呢 第二 为什么说机会成本对于选择至关重要呢 第三 为什么除了看不见的手 我们也需要看得见的手呢 大家平时逛超市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几乎所有的软性饮料 什么汽水啦 果汁啦 矿泉水啦 都是装在一个圆柱形的瓶子里 但牛奶呢 基本都是装在方形盒子里 这为什么呀 这不都是液体饮品吗 有人可能说了 方形容器 摆放可能更紧凑一些 比圆形容器 更节约货架空间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干嘛不把这些圆形容器都淘汰呢 节约成本是商家的天然属性 但饮料瓶设计成什么形状 还得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很明显 牛奶需要放在制冷的货架上来保鲜 这种冰柜很贵 而且要用电 运营成本也挺高的 所以说空间就相当宝贵了 而可乐之类的饮料呢 放在普通货架上就行 这种架子便宜啊 也没有运营成本 而且饮料往往都是对对喝的 圆形的瓶子更好拿 因此商家就没必要改变包装了 所以说 对商家来说 追求最低成本固然重要 让产品的设计 满足消费者的使用需求 也很重要 一个产品最终长啥样 是两者之间平衡的一个结果 这个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原理 叫什么呢 叫成本效益原则 什么意思啊 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 有钱赚的时候 商家呢 才愿意采取行动 推出新产品 或者给产品增加一个新功能 俗话说 无力不起早嘛 反过来 就算某个功能很有用 但是不能带来实际收益 商家也不太可能把它添加到产品身上 举一个例子 本书作者上高中的时候 买了人生当中第一辆车 是一辆1955年产的庞蒂克 里面装的是当时最标准的三档变速箱 但现在的车早就用上六档变速箱 甚至还有八档的 可是以1955年的技术 造出六档变速箱 那不是什么难事 而且这前进档多了 加速性更好 还更省牛呢 但是厂家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因为这厂家需要平衡 产品成本和消费者购买欲望之间的一个关系 前进档越多 成本就会增加 车的价格相应也就得提升 但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看来 三档就已经够实用了 大部分人的经济条件 也是不允许买太贵的车的 所以说 即便当时能造出六档变速车 那也没走向市场 但如今时代不同了 人们更有钱了 也愿意花更多钱 买性能更好的车了 再加上油价飙升 省油的吸引力也就会更大 于是六档变速箱大受欢迎 三档变速箱则逐渐被淘汰了 你看 在成本效益原则的影响下 商品的演变是一种动态的平衡 供求双方之间永远在博弈 除了产品的外包装之外 价格也是一个能体现经济学原理的地方 下面 我接着给您说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一般情况下 同一种矿泉水 不论是在自己家楼下的小超市买 还是在几千公里以外的 另一个城市的便利店买 差不多都是一个价钱呢 为什么矿泉水的价格会如此统一呢 难道所有人都商量好了吗 商家就不能自己定价吗 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完全竞争市场 什么意思 就是说市场上竞争者太多了 而且卖的都是标准化的商品 比如矿泉水 油 盐之类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 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 在哪个商店买 最终导致市场上的同类商品 趋向了一个价格 也就是所谓的一价定律 既然如此 为什么麦当劳的甜筒 就可以第二个半价呢 这不是违反竞争规则了吗 其实啊 在大多数时候 市场的竞争环境并没有那么单纯 一旦某个商品变得不可替代 人无我有 商家就对产品的定价 有了更多的自主权 这个时候啊 一价定律就会失效 取而代之的是 边际成本避减 换句话说 商家卖出去的产品量越大 平均到每个单位产品上的成本就越小 商家的收益也就会越大 为什么会这样呢 咱们来举一个例子 帮助理解 假如我们把一个班的学生叫出来 从高到低排队 然后从最高的学生开始按顺序回教室 每隔一分钟送进去一个 大伙想一想 每进去一个学生 教室里的学生的平均身高会如何变化呢 这肯定是越来越低吧 所以 即使麦当劳第二个甜筒半价卖给你 人家还是可以赚钱的 对于大部分消费者来说 价格降低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结果就是 你以为你半价减了个便宜 其实人家赚的更多了 不过话说回来 人们对价格变化的敏感度是不太一样的 有人很看重打折 但另外一些人也觉得无所谓 聪明的商家会设置一些隐形门槛 比如在特定的时段优惠 要拿优惠券才能打折等等等等 这些想获得折扣的消费者是不怕麻烦的 而对价格变化不敏感的人会继续接受原来的价格 这就既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意愿 又可以保障商家的利益最大化了 咱们一开始说到的星巴克咖啡的杯子 也就是这个道理 难道他不卖标准的小杯吗 其实是有的 只不过没往那菜单上写而已 因为小杯对消费者来说才是最划算的 因为他跟中杯里含的浓咖啡量一样 但是价格便宜了30美分 但是对星巴克来说 这就不是什么好处了 你看 只有极少数消费者知道这个信息 这就形成了一个折扣门槛 消费者只有知道这个信息 跟服务员要求才能获得更低价位的咖啡 所以说 大伙下次去星巴克 不妨你试一试 面对打折商品 买还是不买 这是个选择问题 那么选择当中又包含怎样的经济原理呢 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选择 早上穿什么衣服 中午点点什么外卖 晚上下班呢 是去看电影呢 还是去健身呢 等等等等 很多时候啊 选择会让我们纠结不已 不然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选择困难症患者呢 那么面对同样好的机会 怎么才能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呢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呀 关键要考虑机会成本 假如现在 你手上有一张 陈讯的演唱会门票 之前是你抽奖免费送的 不能转售 可是就在同一天 你从初中就痴迷的周杰伦刚好也在开演唱会 不过得自己花钱买票看 对你来说 周杰伦演唱会最高值得花1500块钱 结果你一查 发现这次演唱会的票只要1000块钱 这比你心里预想的便宜500块 现在的问题是 两位你都很喜欢 该怎么选呢 如果说啊 去陈讯的演唱会 那么就要措施价值1500块的周杰伦演唱会了 但同时呢 也省下了需要自掏腰包的1000块钱 这样一算 不去看周杰伦演唱会 你放弃的价值也就是 1500减1000 500块钱 那么你再算算 如果你觉得陈讯的表演价值远远不止这500块 那你就去看陈讯演唱会 否则 你就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 听完这个例子 大伙明白机会成本是什么了吧 它就是指 在得到某样东西的同时 你所要放弃的其他东西的最大价值 可以这样说 选择的关键 往往不是你想要什么 而是你愿意放弃什么 比如 同样是两个小时的时间 你可以用来看书学知识 也可以用来打游戏 你愿意放弃哪一个呢 所以说 机会成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衡量标准 让我们考虑损失 是不是在自己 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半天供求 成本 折扣 所有这些概念和理论 它们都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 理性人假设 默认在经济行为当中 人总是能保持理性 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但大伙都知道 我们在现实当中 是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 不可能完全做到理性 这是为什么呢 您接着往下听 现在不少网购平台 都有分期购的选项 太贵的东西 可以分月付款 不少理财专家 也提倡分账消费 比如说 你想买一部iPhone X 可以选择每月 一千块钱的分期购买 或者每月存下一千块钱 存够了再买 这听上去挺不错的吧 但这种 看似理性的消费方式 却不一定 让你的钱花得更合理 在传统的经济学来看 人们总是想实现 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换句话说 就是在财力有限的前提下 大家都会去买 自己想要 又最便宜的商品 但现实当中 我们的决定 会受到自身心理的影响 这样一来 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回到刚才 分账消费的问题 表面上看 是消费者自己订的计划 但实际上 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 专门用来消费的心理账户 说白了 就是通过心理暗示 给花钱 找了一个理由而已 这样一来 消费反而会更加盲目了 这个心理账户的概念 是2017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理查德泰勒提出的 他说明 一个人对钱的态度 会影响他的经济行为 同等数目的钱 在传统经济学中 没有任何差异 但放在不同的心理账户里 效果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跟团旅游 是一次性付兴团费 还是先预付部分费用 再另外买门票呢 两种方式的总费用 其实都一样 但是后一种的方式 会影响心情 让人觉得玩的不进行 再比如 同样是十万块钱 辛辛苦苦存下来的 就会省着用 而意外中奖 得来的钱 花起来就会更加 大手大脚意 除了心理因素以外 信息也会影响 我们的决策 信息经济学认为 人们掌握的信息 越充分 知道的越多 经济行为 就会越有主动权 但真的 总是这样吗 本书作者提出了一些意义 他认为 太过依赖信息 可能会做出错误的选择 有时候掌握的信息 不那么完全 反而能获得更高的收益 比如说 你在网上买书 看了简介 读了各种推荐语 买回来的 还是有可能是一本烂书 再比如 投资分析师 往往只会推荐人们 去买某个公司的股票 却很少劝大家 抛售股票 为啥报喜不报忧呢 因为一家公司 业绩好的时候 赞扬声会很一致 大家纷纷 看好这个公司 一股脑的 去买他的股票了 越发刺激 这家公司的股价上涨 如此一来 也印证了分析师的专业性 相反 公司表现不好的时候 市场对他的看法 很难统一 公司的股价 变得很难预料 不利于分析师 证实自己的能力 所以说 经济学的理论 不一定是万能的 它会受到 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 如何防止 这些影响带来的 不良后果呢 还需要法律 和制度的辅助 那么咱们接下来 就来说一说 制度经济学 怎么完善 传统经济学的缺陷 咱们每个人 多多少少 都有属于自己的财产 大到房子车子 小到手机电脑 在我们看来 只要拥有某样东西 想怎么用 就怎么用 可以自个用 也可以给别人用 拿它来赚钱 不想要了 还可以把它卖给别人 不过大家想没想过 私有财产的概念 从何而来呢 虽然私有制 在人类历史当中 存在了几千年 甚至上万年 但现代产权 却是一个狠心的概念 在18世纪末 西方国家 建立起了产权制度 经济因此突飞猛进 人们的生活标准 大大提高 相反 没有产权制度的社会 则很少能富起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中啊 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产权这种资源管理方式 更高小 比如说 为什么鲸鱼 濒临灭绝 而鸡却没有繁衍之忧呢 关键就在于 所有权 鲸鱼生活在公海里 它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或个人 虽然在半个多世纪以前 就已经有了国际补经管制公约 但直到今天 日本和挪威等国家 仍然不肯签署这份公约 继续大肆补经 它们的逻辑很简单 如果我不补迟早也会有别人去补 既然有钱为啥不赚呢 对不对 反过来 鸡已经被人们养了几千年 它们基本上都是有主人的 如果一个人靠养鸡谋生 那他一定会特别重视鸡的数量 给它吃 给它喝 帮它们去繁殖 这样一来 鸡的数量就会有了保障 虽然鲸鱼和鸡都有经济价值 但由于所有权的性质不同 它们的生活状况大相径庭 由此可见 明确的产权会让资源管理更加高效 虽然产权可以带来收益 但它同样需要付出成本 有的时候拥有一样东西 投入比收益还要大 可能就不值得费这个劲了 比如你买了一个公司的股票 股价一直要死不活的 自己天天还要花时间去关注 是涨了还是跌了 钱最后没赚多少 还把宝贵时间给搭进去了 当然不值得 听到这 大伙是不是应该明白了 经济现象不是单纯出现 而是会受到法律制度 等等社会因素的影响 这时候 咱们就不得不提 那两只著名的手了 在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国富论当中 亚当斯密提出 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会促进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出现 买卖双方可以通过讨价还价 得到一个彼此都满意的价钱 也就是说市场会自动调节供求和价格 不需要人为干预 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看不见的手 这个理论虽然贡献很大 但放在现实当中就容易出问题了 咱们之前说过 人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性 我们的行为也完全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按常理出牌 假如在电影院里面 一个人为了看得更清楚而站起来 自然会挡住别人 如果所有人都跟着站起来 结果就是谁都看不了了 再比如 渔夫出海打鱼 谁都盼着多捞一点 假如捕鱼的人越来越多 工具越来越先进 最后必然会造成过度捕捞 由此可见 光靠看不见的手是不够的 那怎么办呢 英国另外一位经济学家 坎斯提出了看得见的手 也就是政府通过政策 法律和制度维护经济稳定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房地产市场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国家放任不管 完全不加调控 后果会怎么样呢 恐怕全乱套了吧 再比录 大伙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出租车费 要分为固定起步价 和变动的里程价呢 而不是直接按里程收费呢 咱们来分析一下 出租车的成本 可以分为两大块 一块是和里程有直接相关的 包括什么燃料费用 汽车保养费 车辆折旧费等等等等 另一块 则与这个里程无关 包括了什么 运营执照啊 保险啊 等等等等 这部分成本相对是固定的 而且它会比较高 如果用里程收费 来涵盖所有成本 恐怕每公里 最少也要十几二十块吧 这对于长途乘客 就很不划算了 所以呢 他们会因此减少乘坐出租车 长远来看 受损失最大的 还是这出租车司机啊 因此 规定起步价 既可以让短途乘客 多承担一些运营成本 又可以降低里程费 提高长途乘客的打车意愿 生活中 类似的例子 还有很多呢 市场的自我调节 和政府的适当干预搭配起来 才能让更多人 获得好处 其实听到这儿啊 大伙应该都已经明白了 我们周围看似 让人迷惑不已的事情 都能用几个核心的 经济学概念 去解释一下 生活中 各种各样的现象 都离不开竞争 供求 成本和收益 虽然不是所有人 都能够成为经济学家 但通过了解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我们可以更深入 更理性的去理解世界 听完这本书啊 相信大家 不仅锻炼了思维 还收获了不少有趣的视角吧 咱们平时啊 不妨多开动一下脑筋 以一个博物经济学家的眼光 看待生活吧 好了 牛奶可乐经济学 这本书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 别忘了留言 说说你们的感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